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我的老友記 不是Bendy 是 這個很搭檔 是 這個曾經也是搭檔 也是搭檔 現在是各自找食 是 他也是在我們studio的樓下 樓上樓下 有一個燙灘的奇妙網的抓職人 你好 李宗盛 李宗盛 歡迎 自從黑森林之後 好像都未試過一起做節目 為何你不邀請我 我這麼近你都不邀請我 是的 我每天都在等你電話 都沒有人打你 我也是 我等你電話 結果是我率先找你 終於收到你電話 我第一次追節目 是 拍攝就試過 認識的 大家都認識的 這個圈有多大 你也是那班人 還有今天這個話題 非找他們不可 是 他真是最適合 知心電視人 找不到另一個比你更適合 不是 熟電視的人大過人 是 而又這麼近 對 這麼容易找到的 還不是只有你一個 應該只有我 尤其說真的 鬼大座 其實跟小女子一樣 都是在90年代初 就是在這個無線 找我吃 電視台出身 同一段時間 重疊了 我就做 即是靠支筆找吃 其實也不是 我也做很多 不關不事的 那些 叫算一起在無線共事 因為你在Rarity工作 是這樣的 甚麼都要做 中藝科 對 我們做戲劇 比較少 主要是拍戲劇 少做其他 例如演員 我們不用 但你知不知道 Bendy 我們在中藝科 我親眼看到 那些 例如做歡樂武東玩的時候 PA 即是座道 基本上瘋了 會的 不見天日 他帶牙齒 毛巾上班 我看見他太細小 和太多工作 我問你怎麼搞的 可以同時聯絡很多不同的人 不同的單位 你還不可以有閃失 否則你會被導演 刷到上天花板 但是戲劇 也不少 沒有分別 一樣 今天就找鬼泰座 說了當年的電視奇聞 和我們分享大家的電視回憶 因為你說的 我都試過 我最高紀錄就是一個月 在公司睡覺 沒有回去 之後回家三次 就是洗澡和換衣 你媽媽說為何要發臭 甚至連我爸爸差點都要報警 會不會補嫁給你 會不會補嫁給你 當然不會 別說這些 假的 你真是 你沒有在電視台做過 沒有 你簡直是不想弄 但如果整個月 在江山野嶺拍戲 沒得覆機 那就麻煩 我們那個年代 只有打電話 連手機都沒有 做到很後期才有手機 我們那時候唯一的手機 就是在服裝車 可以用服裝車的手機 就可以打電話 但不可以打私人電話 只可以打工 你每打完一次 都要寫下你的電話號碼 讓人檢查 如果檢查到你打私人號碼 你就死定了 但在公司叫同事 幫我跟媽媽說 我在哪裡 這樣就可以 但這幾年算不算是用不堪回首的電話 會 當然 連我自己做電視劇 做了這麼多年 我都沒有怎樣看香港的電視劇 真是很老實 我很少看電視劇 因為你那幾年已經是最好看 其實都會是 說真的 我那個年代 我覺得是香港電視劇的黃金年代 黃金年代 最好的監製、編劇、導演 還有佐渡 佐渡也是 當時的佐渡 現在都做了監製 只有我這些 現在更厲害 做了一個網台的話事人 另一點的地方發展 好像我身形一樣 以前的劇集可以說 夠大膽、夠創新 現在又限制了 有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就是 過台當然要說 你要賺到錢穩妥為原則 收視率為原則 所以變成很多故事內容 主要來說 換湯不換陽 一個模式 說釀酒 故事是鬥爭、家裡鬥爭 最後是怎樣怎樣 大家差不多 那個是說賣藥 那個是說第二件事 總之是萬變不離其中 總之是做衣服、賣鮑魚、賣什麼都好 總之是一條公式 亦都要迎合國外的市場 以及競爭 最主要 因為在我們那個年代 還有三間電視台 我們小時候 那時候有麗的、無線 還有一間叫街市 街藝電視台 很多80後的觀眾 應該是未聽過街市 70後的觀眾就會知道 所以當時的競爭是很大的 很多幕後人員 例如做得好 整班人被人挖角了 另一個電視台 那時候除黑就是一個好例子 除黑 就去了街市 蕭若元那些那麼厲害的才子 雖然也是 全是電視界娛樂圈的鐘樓底柱 米雪 這些都在街藝 過到來 仍然是人家大台的耀角 都擔大旗 其實你看回整個歷史的演變 電影和電視都是一樣的 就是當電影的黃金時期 高峰過了之後 就是電視的黃金時期開始了 很多電影的人就去做電視 因為是一種新興的行業 那些人很吹之若好 說未見過電視什麼 就是跟你看電影不同 看電影看完 那十分鐘你就離開了 電視不是的 你每晚回去都會看到同一群人 可能還有同一樣東西給你看 但你又不樂在其中 這就是一個不同 其實你看回現在網台的出現 亦即是等於當時電影轉電視 現在電視轉到網台 其實現在是新興 但網台是挺難找到 挺難找廣告 你生存比較困難 說真的 你不大眾化 可以很大眾化 但有段時間大家要慢慢拒絕 始終不同 因為電視和電影都相似 就是當年香港電影這麼蓬勃 因為有些很大的電影公司 包括家和、邵氏 甚至那時候有一間叫郭泰 可能現在已經沒有人知道 有些大的電影公司 變成有一個制度 可以養活一群幕前幕後的製作人 有很多的資源 是的 那你現在網台是沒有資源的 是的 除非你有些大的投資者 去看好市場 去建立這個市場 是的 還要有很多人才 陸續肯進來網台 好像我身邊以前有很多同事 他們退出了 沒有做電台 沒有做電視 然後轉行 很可惜 其實他們有很多這方面的知識 技術 %的能力 其實都很講主持的吸引力 如果不是說真的 這麼多東西看 現在太多東西看 我們以前沒有這麼多網劇 對吧 現在網劇多了 我媽媽每天都在家裡 都會播放大陸的網劇 怎麼有空來看你的網台 現在好像太濫了 所以我們就有自己的獨特性 要有自己的特色 即是本土特色 因為正常的 我都會看英美的電視劇 但我看英美的電視劇 其實我同時都可以看港台 或日本、南韓的電視劇 一樣的就是哪些好看就不會去看 但你有自己的特色 你不可以只是抄襲別人 或者為了滿足別人的市場 去拍攝他們喜歡的東西 這個就一定死的 你看香港電影現在死的 我們都希望 大家同業都希望網台越做越好 大家的餅越來越大 不過我都覺得網台節目 有些開始在太陽流強的時代 一定會是 我希望我們都是強一批 要努力先 好,我們現在又展望完 展望完,我們又回顧一下 那段時間有甚麼電視劇 我們看看大家感受一下 先想一下,有些集體回憶 因為我做了少許資料上集 還是說回你參與過幾套經典 我自己參與過那些? O記、廉政行動、緝屍羹英 因為我也挺特別的 我那段時間很流行那些紀律部隊的電視劇 廉柱、O記、ICAC 所以我當時做了大部份 都是跟紀律部隊有關的電視劇 很多動作、爆炸、飛車、追船、最難搞的 我都差不多遇過了 最深刻的回憶呢? 最深刻的回憶就是 除了幾天沒有洗澡之外 那個很精彩就是差點名字都沒有 有一次就是拍飛車爆炸 那就是的士 其實的士正常來說是不會爆炸的 因為它是用油渣的 不是用汽油的 所以其實… 在哪裡拍? 將軍澳環保大道 那時候將軍澳還是一個堆填區 沒有很多人 無線都沒搬進去那時候 很臭的? 很臭的,很大股氣 但因為那裡很空曠 而且沒甚麼警察 沒甚麼人住 有你怕 對 你怎樣飛車撞車 沒有人理 怎樣爆炸都沒有人理 最記得那時候就是 要拍的士爆炸 有個… 我們叫… 有沒有穿著名字? 沒有 沒有穿著名字 軍火X 軍火X就很出名 在這行程中 人家都知道他 專門負責搞軍火、搞爆炸 但始終香港這件事來說 都是比較落後的 真的落後過荷里活 因為他們計算好份量 會知道爆炸的面積有多大 距離、熱力有多遠 但香港始終… 憑經驗 流於土炮 憑經驗 其實是危險的 真的 是 當時在的士上安好爆炸的袋 李安? 李安? 你負責安? 不是,他負責安 不用你們做 不用我們做 我們要看安全如何 安排人站在哪裏 人們怎樣走 老實說 站在哪個位置 其實真的很講經驗 對 哪個位置最安全 哪個位置最安全 其實我們有個提示 就是 站在軍火X後面 便最安全 怎樣都應該 首先保護自己 對 你看他站在哪裏 站在後面便最安全 但有些位置是不能離開的 哪些位置是CAMMAN 最慘 你機器不能太遠 一定要有一定距離 要戴耳塞嗎 要戴耳塞 要戴耳塞 你可以戴耳塞 你可以戴耳塞 但我建議大家拍攝槍戰 或者爆炸的場面 你最好戴耳塞 因為真的很厲害 八年後可以瘋你很久 戴耳塞也未必得 戴耳塞再掩耳塞 但兩個人很慘 沒有這件事 只有CAMMAN和演員 他最多是戴耳塞 沒有人幫他掩耳塞 永遠會留下CAMMAN和助手在前面 其他人就全部撤退 全部都離開了 很慘 然後用防火的膠片 封住他們 不會彈到東西 CAMMAN都還好 有些東西叫擋一擋 有沒有那些 有多少少少人工 給他們 當然沒有 那些補償 當然沒有 所以做幕後很害怕拍 或者很不喜歡拍 這些飛車爆炸 其實很沒有補償 保險要跟你買嗎 保險有 但一般是保險 如果你有爆炸耳膜 也有 真的不知道 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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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怎樣 他安裝好東西 我們已經問過軍火師傅 我們站在哪裏安全 可以 站CAMMAN的位置很安全 一定是 千萬不要相信 不是 不是 軍火專家 對 CAMMAN跟的士大約10米距離 但我看到軍火X站在100米後的地方 然後我跟導演說 不要 站後一點 他走到那邊 於是 於是就馬上走到後面 看螢幕 結果他說 不會很厲害 只是好少少 火球有足足四五層樓高 爆到上面 那些熱力 簡直是 把整個演員後面背部的衣服 差點燒著 即是他感受到焦 而且他的頭髮尾毛 全部都焦了 神經病 那次真的很嚴重 那次真的 那次就馬上要去醫院 又要整天 人命靠飛 那位演員是誰 不要說了 現在是否很出名 還是有三四線 不是的 是一線 那次罵到PK 罵到軍火X 你們說要效果 對 所以在我們行內 你可以吹任何人做事 千萬不要吹軍火做事 否則後果可以很嚴重 因為他緊張 他不小心 放多了份量 你看看 李國豪也很死 所以當然有點無論 但在片場上隨時可以 其實可以有很多意外 因為你用的東西是真的 不是假的 只不過是他用真的槍 或者真的軍火去改裝 然後用來拍戲用 所以其實我認為香港來講 拍戲這方面 安全措施真的不夠 跟別人是差很遠的 那時候麥當雄也是鑑操 在國內搞一些槍戰 都是沒有申請的 沒有申請 偷拍的 我們那個年代也是 十大奇妙都是這樣 大家看到這些驚險刺激 這麼好看的東西 是亞視出身 很多人找命 所以香港的電視和電影 都是一個奇蹟 是一個奇蹟 你可以在一個這麼人煙囂密的地方 可以拍槍戰 可以拍跳樓 可以拍飛車 簡直不可 你是不敢相信 你跟外國的工作人員 如果你有接觸過 跟他們說不來 你們這樣拍 嚇死他們 嚇死他們 因為他們是要封了整條路 安排好 人點站的車 然後可能做多一點 drilling 然後才去拍 因為香港太多的管制 人都要申請 香港的資源和成本 跟外國差很遠 香港是超水準 而且很多時候 根本沒得你申請 他根本一定不批給你 好像我們那時候拍的音樂節目 我做音樂節目的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很多事你都不知道 我們都一起做音樂節目 一起… 試一下A 試一下A 對… 我們在另一個電視台 我自己都是… 幕前不是幕前 不是,我們在網上做很多 research 其實當時我們都掙扎過 可否申請那塊街市 嗯 但最後算吧 不會的… 你都不知道多久才批 對,一來吧 有進去就強硬來 硬扯完就離開 通常有人就彈出來 不可以拍的 可以了… 我們走了 拍完的了 我有一個導演朋友 去警局吃飯 慣了我 不怕,沒事的 就把他抓去吧 沒事的 沒有的,他不會扣留你 你回去登記錄保 現在其實有時候 警察都不理你了 警告你 你不要搞定他就離開 除非你不要那麼過分 有人投訴了幾次 你都還在那裡 他就會帶你走 他都不用麻煩 大家有些灰色地帶 最重要是自己懂得做 不要那麼過分 老實說 我早前拍的那部 摩洛電影到今時今日 我都會被管理員說 你在香港哪裏拍戲 都會有管理員 就跟你說 阿山這裏不可以拍攝 那他難得有些事情做 不是有 終於有事情做 但他真的很厲害 住客債營 不怪他們 我們自己都要 自己都要有些操守 那怎樣 那時候 如果聽你這樣說 那段日子都很深刻 很深刻 但其實是 在我人生之中 其中一個挺精彩的時間 就是幾年入面 其實我在TVP做 我都覺得 有些事情你一輩子都不會再遇到 不會遇到 譬如做一些Live Show 這麼大的Live Show 每個人都 阿姐、阿哥 你怎樣去應付一些突發的事 其實是很刺激 很難的 真的嗎 有幾可 譬如你拍打架 你拍打架 你可以叫一百人來打架 你怎樣吹雞 都未必吹到 有時候 但你拍戲就會有這樣的情況 但今時今日都少了 因為以前拍電視機 我們都會有些預算去做這些事情 今時今日 我想現在都越來越少 這種情況 不如說說一些以前有的情況 現在沒有的 或者我現在很懷面 以前在幕後工作 有些最不同的地方 跟大家說 最不同的地方 其實我又不知道 現在的新一代 是怎樣做 我們那個年代 很老實說 做幕後的班 是很親密的 即是親密到 就像兄弟姊妹一樣 每天都在一起 每天都對著 過夜對著 吃飯也是那一班 然後你聊 我們所謂的拍攝 進程 也是那一班 聊劇本也是那一班 你睜大眼看見他 又是睡醒 被迫變物有 所以那時候跟幕前幕後的人 是很友善的 你的感覺好像一家人一樣 尤其是一部電影 你開得久 例如60集的大劇 你真的開完之後 有些不捨得 因為60集起碼開半年 甚至開九個月 你真的對著那班人 九個月 你是會不捨得 我沒猜錯 你們有機會再聚會幾個同事 聚會一起吃飯 你都是說幾句 拍戲的時候 如何分析 拆牙人 對 就像那些老鬼 聚起來的時候 就會說回當年 其實有些長壽的中學節目 好像都市行程 以前叫婦女新芝 他們那班人 到現在 我都認識的 他們都是這麼多年的友情 在這裏建立起來 幾十年都是這麼朋友 那種關係很好 韓馬尼有做過婦女新芝嗎 我真的不知道 有做過下的記憶 我不夠你 安德尊 韓馬尼有的 馬詠琴 馬詠琴 你不記得太久了 那我就不太知道 余文詩 余文詩記得 余文詩記得 有陳齊重 但我怕我們現在在說這些 八愚九愚觀眾不知道 我們沒有甚麼情重 你放心 如果他會來聽這些節目 他會希望聽到一些 他不知道的事情 你放心吧 不如已經關機了 馬上轉台 我們主要是給會員收看 如果他本身沒有興趣 就不會申請 我們討好不了所有人 我們不如開始說說 大家有甚麼 還是說回我們以前看電視的 一些習慣 或者一些記憶 以前的電視攪拌日子 真的沒得頂 沒得頂 當然 差不多七八成的香港人 下班後就回家 追電視 追不來今宵 《歡樂今宵》也另一件事 也比較厚 電視劇集 電視劇集真的很瘋狂 強人 千王群英會 千王子王 這些 你們也要回家追電視 上海灘 有 那時不用追 放學後就回家 吃飯後就看完電視 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如果我再小一點 那時候 我們住沒有家 那時候不是普及的電視 不是那麼多地方有 通常都是有錢的人 家裡才會有 甚至是在士多 所以那時候我們放學後 一群年輕人就會湧去士多 回家在士多門裡 就在那裡看電視 因為那時候很多時候 下午大概三、四、五點半的時間 就是播卡通片 那時候 例如小路寶 無辨超人 全部都是時間去播 剛剛好 就是小學生 幼稚園的學生 做完功課之後 就是去看電視 很多時候就圍在士多門口 每人可能五毛錢 就買一瓶維他奶 忘記了五毛錢 還是一毛錢 就蹲在那裡 就看整個下午 可以很開心 兩場發聲的電台一樣 要消費的人 我又沒有這些回憶 因為我家裡很小時候有電視 那你很幸福 不是有錢人 我都不知為何 我是很窮的 就算在家裡有電視 有一些晚上的黃金時段 你在街上看到一些 以前的電器店 不是大間那些 一般的電器店 有一邊不是門口的左手邊 右手邊 整個牆都放在一部電視上 有重要時段 有什麼新問題 都站在門口 對 又或者 你家附近樓下的一間 修整水電 修整電器的店 就會放一部電視出來 你們又圍著來看 是的 我們以前家裡的電視 是有一個燙門燙開的 很珍貴的 是 那是一立牌的電視機 我沒有記錯 什麼一立牌 一立牌的電視機 我忘記了 應該是一個箱 有四隻腳洞 然後中間可以拉開 但不知為何 我小時候很少看電視 因為回到家 我不知為何家人 是不鼓勵看電視 而且我和我 因為我弟弟主導 他們霸了電視來看 我是受害人的身分 是完全被人離棄的 沒有人離我 完全沒有人兼顧我利益 所以我很少看電視 反而我很記得一部電視 它叫流星蝴蝶劍 劍 這部反而有看電視 這部很熱 我喜歡看電視 因為我覺得它的名字很好聽 古龍小說改編 差不多時間 三少爺的劍 差不多時間 還有一部電視 三少爺的劍 是麗的電視 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 有 剛剛電影拍攝 再拍攝 三少爺的劍 三少爺的劍 李東昇導演 徐克監製 剛剛才拍攝 這部電視 出名的 好看的 大家應該最記得 一些很經典的電視劇 好像《天殘變》 《天殘變》 如果沒有合片 就是《天殘變》 《射雕英雄傳》 《神雕合禮》 這些人永遠都會 晉晉樂道 神雕合禮 風波 整個東南亞 《射雕英雄傳》 《射雕英雄傳》 都拍攝了很多次 電視劇 也拍攝了 《王日華》 四次或五次 不如說一下 《射雕》 《射雕》 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搞清楚 一件事 這隻雕在《神雕合禮》 才有雕興 射雕是沒有的 但我當時覺得很開心 好像人一樣 像芝麻街一樣 走來走去 劉德華當時 整隻是穿衣服 套進去做雕 那個是真實一點 其他後期的動畫 如果是假一點 就假得很厲害 你覺得那隻有點像 那些 好像一隻寵物一樣 跟著楊哥 我從小看起來很可愛 對於製作人來說 這個挺挑戰性的 你做出來 不要那麼搞笑 或者那麼密集 那麼粗制濫造 當時最開心的是 你看到有一集 發現《雕興》原來會飛 你從來沒有想過他會懂得飛 這麼笨的芝麻街 不過 始終我覺得最漂亮的是王勇 真的 我覺得是雕美玲 雕美玲 真的很經典 他和米雪也是一個經典 當時王勇、雕美玲 比香港的觀眾眼前一亮 因為特別是 好像是我 我沒有打開小說 看這個故事 只能看到這個女人 男扮女裝 好了 有一天 劇集做到他現身 我最記得 在船仔入面 走出來 一現身 嘩 驚為天真 真是 那種 韻味 是完全做到 王勇的小說入面 活靈活現 是 很難得 其實我覺得製作人 如果找到一個 很適合某的角色 大家可以做到 我覺得 因為他 雕美玲的王勇 太經典了 往後那些 都找不到 朱欣不是說他不漂亮 而是說 那個王勇 在心目中 已經很難代替了 定了位 朱欲在前 是的 好像陳玉年的小龍女 還有誰代替了 沒有 後來誰做過 那個叫李嗎 李玉彤 有做過 很多個都有做過 陳玉年心入問心 是的 現在看回舊片 陳玉年 真的 所以這個故事就是 告訴大家 早點出生就更好 因為那是電視劇的黃金年代 八十年代 因為你經典是不會不斷有的 最好的都是在那個年代 是的 為甚麼會這樣 所以我們要開節目 來大家懷疑一下 其實那次已經不是第一次拍攝 社都英雄傳 那次是第二次 你說哪一套 社都英雄傳 第一次拍電視的社都英雄傳 是在街市 街市 街市 就是白鑣 白鑣 米雪 你看過嗎 小時候看過 很經典的 很好看 唯一一套戲 我記得有一個角色 是有overlap的 就是 紅七公 不是 應該是歐陽鋒 如果沒有記錯 overlap的意思是 你是說人 如何重疊 兩套劇 都是用同一個人做 是沒有這個角色 是 紅七公 是歐陽鋒 我先查一下 射雕 沒有武功 我記得有一個人 是overlap了兩套電視劇 都有做同一個角色 是 當然 譬如秦沛做《執拍通》 很經典 之後 後期很多套電視劇 都容易找他做這個角色 是 是 是 一個傻傻奸奸的 白鑣聲 很高手 很厲害 黃鑣師 即是黃老邪 是曾光做的嗎 曾光有做過 曾光有做過 曾光是黃若驊的版本 就是他做的 如果在白鑣的版本 就是陳偉敏 是吧 陳偉敏 大家都很難相數 陳偉敏 當時他做東邪 很有趣 有些角色做得好 第二套都會找他 好像陸小鳳 最早期劉松仁時 他有一個盲的 花滿樓 花滿樓 沒錯 就是黃韻才 去到萬子娘再做 也有十多年 萬子娘做的那套 馮武九天 也是找黃韻才來做 你即是電視精 我不肯定這個 也是找他做 但他很深入民心 黃韻才做花滿樓 是 還有小如儀 小如儀 有兩個做過 黃元申 黃元申 黃元申做過 出了家 是 梁朝偉也有做過 黃元申很棒 反而是石修的花毛訣 不過我們自己心目中 香港人會很喜歡這些 其實跟馬來西亞那邊 他們的榜 其實很類似 很類似 因為他們做過一個票選 就是最受歡迎的一部電視劇 是否以租碟的受歡迎 對 租碟 看他的收視率 以及觀眾投票 以及他有沒有拿過什麼獎項 來做一個平衡 做一個總則 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榜首是甚麼 是 最初十套是順次序的 之後的就不是 我給人說頭十套是哪十套電視劇 看看大家有沒有看過 好 第一套 我相信大家都會猜到的 就是上海灘 我想說一定是頭三格 對 第二套就是網中人 網中人有沒有印象 有 有 發哥的 造就了阿撻出來 對阿撻 對 第三套就是親情 親情都是發哥的 真的不發的 第四套就是很近期 就是大時代 算近期 雖然是九十年代 真的很厲害 聽聞你有份做的 對 我有份跟過的 幫過的 第五套就是射雕英雄傳 王逸華的版本 第六套就是千王之王 對 就是楊群、謝賢和汪明荃 任大華也有 對 第七套就是最早期 七幾年的時候 應該是七三或七六 我忘記了 就是《狂潮》 是他也是你和我 對 應該是第一套的over over一百集的連續劇 這個很經典 第二套就是神雕俠女 劉德華的版本 這個經典 對 第九套可能大家未必猜得到 可能少人看 我愛小忌廉 不是 電視劇 劉文大亨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劉文大亨 萬子良 不是劉文皇帝 因為多些人說 我相信 如果是萬子良的電視劇 多數會是他來自江湖 甚至乎可能是 太極張三峰 對 就是那些 劉文大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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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最後在教堂結婚 就是婚紗盃 不是那一套 是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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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沒有結婚的 最經典 最經典 那一套流眼淚 讓你自己想 對 就是言有盡 意無窮 對 所以這套也是經典 林文大亨 第十套 第十套 就是中國版的三角演藝 我覺得這個也算是一個經典 中國版的三角演藝 中國版的三角演藝 是不是很早期 香港有沒有做過 香港有播過 亞視有播過 對 那套 葉振航唱的 滾滾 長江東 洗水 對 浪花 陶俊英 對 對 就是那一套 又配廣東話 又在香港 其實我也有看的 其實那套三角演藝 但我記得它是叫三角英雄獎 香港應該叫三角英雄 那套很棒 那套看的 真的千鈞萬馬 真的有場面看得到 還有那幾個演員都做得好 那個演員 我突然忘記叫什麼名字 做主角亮 就是後來做雍正王朝 雍正王朝 誰是主角 唐國強 是唐國強 是內地的一線影帝 90年代過後 會出現一些國內的一些 關於說皇帝和清朝 那套戲 我最喜歡就是秦始王 因為它的製作和成本 比香港更大 其實有原因 因為當時為了拍這些電視劇 就是特意興建了一些影城 包括在杭州環店 和北京都有一個影城 因為興建了影城之後很貴 你拍一套就不著數 於是繼續拍一些關於和清朝有關的電視劇 也是這個原因 所以為何陸續後來越多都是這個原因 而且它比香港的劇情更加跟著歷史 對 所以我有點私心 本來打算播放上海灘的歌 現在我想播放我最喜歡的 秦始王 大地座的歌 我真的很喜歡羅家良 我告訴大家 好聽 聽話就說回來我們再聊 好 想繼續收看本台的精彩節目 請馬上登入 www.radio99.tv 按入購買計劃這個位置 就可以選購你心愛的節目 隨時看首播和重溫 快點成為我們的一份子吧 慢慢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